请问中了新冠病毒造成肺纤维化可以修复吗 请问没有扁导体的人是否更容易被新冠病 感染新冠病毒 请问从新冠病毒康复后可以马上打疫苗吗 如果说你的肺已经有纤维化了 那对不起 还真没有办法修复 它就像什么样的呢 比个例子来说你抽烟你抽烟 然后你抽了一辈子的烟 你的肺部它就会纤维化了 纤维化了以后呢 意思就是说你的肺细胞死了 你的肺活量少了 所以的话呢 你再老一点的话 你再有任何的一个感染的话呢 你就很不容易恢复回来了 你的肺部有了纤维化了以后呢 它就像一个人抽烟了以后 你到老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就需要养且了 因为呢 你的肺活量会越来越不好 所以呢 没有办法修复的 OK 然后呢 再来另外一个扁桃体的人 当你没有了扁桃体的状况底下 比较容易感染 因为你的整体的一个抵抗能力 会稍微弱一点点的 OK 这也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断的在劝大家说 一定要去打疫苗 OK 如果说呢 你呢 已经从新冠肺炎 你康复了以后 那你还是再去打一针的一个疫苗 这样子的话呢 它会对你整体的抵抗能力会更好 有一些人 他虽然康复了 但是并不表示着说呢 因为每一个人 他感染度会不一样的 你虽然康复了以后呢 并不表示说你的抵抗能力就会很强 那你康复了以后 你再打一针的一个疫苗 你会发现说呢 你的抵抗能力会更好 OK 那康复了以后的人 比个例子来说 你没有感染过新冠肺炎的人 我们可能要打两针 那康复的人 只要打一针就可以了